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搞飞机 让你身体不NG 大家好 我是可类哦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 自体免疫系统出现的问题 那么这种病一旦发作 全身的骨头都会疼痛 而且这种病不会让你痛一下 会让你痛一辈子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说 好像是老年人才会得 其实不然 30到50岁的青壮年 也是他的高危险族群哦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了解这个 类风湿性关节炎 特别请到了我们的专家 也就是领口长根医院 风湿过敏免疫科的医生 詹天明医师 医师你好 大家好 我是领口长根的 风湿免疫科詹天明医师 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 它是一个 自体免疫的一个疾病 影响到的是 关节不正常的一个发炎状态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病啊 说起来它的原因啊 目前来讲 还是没有非常的明确 不过它就是一个 免疫系统失调的一个状态 这个病的初期发生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有哪些症状 我们可以自己警惕一下 其实大概无外乎就是 关节啊莫名其妙的这个 红肿热痛 而且奇怪发现自己活动度 灵活度也受到影响 好像跟一般的那种 关节疼痛好像差不多耶 有些症状会算类似啊 可是像这种免疫系统失调的 有一些特点呢 还是跟这种筋骨肌肉的不舒服 还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刚刚也有提到说 僵硬的情形 像妈妈手啊那一种的话 可能你工作过度啊 韧带让它好好休息 那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可是肋风湿关节炎就不是这样 它就是比如说你晚上好好睡一觉 结果反而早上起来觉得 特别的僵硬 不舒服 所以它不会因为休息而变好 这是一个征兆和迹象 我知道你有治疗过很多的患者 那有没有这个肋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是有一个病患是 虽然年轻妈妈 有两个小孩 来就诊的时候 其实它的关节就已经 变形的蛮厉害的 那我当然就是 觉得蛮讶异的啦 在它叙述的过程中 我才发现到 其实它在20年前 它就已经不太舒服了 到处求医 然后都没有很好的一个诊治 那也经过了消炎药 免疫调节药的一个治疗 然后目前在我的门诊 是已经用到了生物质剂 也还算是有维持它 现在的一个疼痛改善 还有在最终的过程中 它的变形就没有再变得更厉害 大概是这样 所以它现在的变形 已经是被那个药物给控制住了 对我们的认定是这样 当然疾病有时候 没有那么的简单 至少现在是可控的 对 不过就是要跟医生做配合 会不会这个妈妈就是 因为错过了那个 年轻的黄金治疗期 是 所以才会变形 我想是的 它应该是 六个月内要积极治疗 它是有方向有目标 还有一定的一个治疗的流程 还有调药的过程 如果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有泪风湿 还不去好好的控制 那它的骨青石破坏 会在两年内就发生 那这个骨青石破坏 连带的 其实外观就有可能 已经开始变形 一般来讲是 只要六个礼拜 六个礼拜 我们就其实要有警觉心 因为六个礼拜的一个 关节不舒服 它就比较偏 我们在临床上判定 是一个比较慢性的状态 如果真的已经确定 是得了这个 泪风湿性关节炎 该如何治疗呢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 就像我刚刚说的 在治疗类风湿关节 它蛮有目标和方向 那一开始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 类固醇 消炎药以外 其实那个免疫调节药 也蛮重要的 我们现在的共识 和认知是这样 就是一确定 诊断类风湿关节炎 其实免疫调节药 就已经开始加入 这个战场了 如果说这个免疫调节药 它在治疗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 已经有两种免疫调节药 都足剂量 然后照过了半年 都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 那这时候 其实会进入到 所谓的生物质剂 或者是 最近也很夯的 小分子标靶药 生物质剂 它是一个 大分子的一个蛋白质 经过生物系统去制作 移植免疫的一个药物 它会有一些选择性 那这个会需要跟 这个专科医师做讨论 生物质剂到底 有没有健保给付啊 目前来讲的话 照着流程治疗 像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已经有两种免疫调节药 足剂量 然后照顾了半年 那病人还是处于 高活动度的一个状态 那它是可以跟健保 申请生物质剂的 所以健保是给付的 对 健保是给付的 医师 那我想请问你 你们到底用什么凭据 去判断说 这个病人到底是得到了 哪一种骨头的问题啊 我们丰师专科医师 其实它会根据你的状况 去开始去理清啦 当然刚刚红肿热痛啊 这个是一些重要的表征 那但是也有看 是不是休息会比较好啦 这个去评断 但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些 抽血 比如说妈妈手啦 颈骨肌肉的不舒服啊 看起来关节也好像 红肿热痛 可是它的发炎指数 常常就不会特别高 就比较低 对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最直接的 两个发炎指数 一个是红血球成降速率啊 它的那个数值 常常很容易大于20以上 或者是CRPC反应蛋白 那个常常容易大于5以上 还有一些更特别的免疫系统失调 造成的一些自体抗体的一个不正常 它的类风湿因子 那一个的话大于6 那就算是一个比较不正常的状态 那还有一个叫做anti-CCP 那一个的话 如果大于20以上 就不正常 所以一个抽血就可以验出这么多的数据出来 这样子 对它也是一个综合评估的一个 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之一啦 其实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原来这个病呢 它是不能够被根治的 但是它是可以被控制的 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的病患 你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他们的吗 当你知道你是 肋风湿关节炎之后 也不要觉得沮丧 那也不要说去相信旁门左道 那原则上就是要正视它 面对它 那它算是在我们自体免疫疾病里面 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和目标的 那有点像是 我们这个NBA球员 整个赛季的过程中 其实是一开始会有一个 维持一定的稳定的一个表现 到了季后赛 更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这时候 一定要继续维持它的专注度 那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 这个肋风湿关节炎 能够控制的更好 而不会变形 然后输掉了这场球赛 今天非常谢谢医师 让我们认识了 什么叫做肋风湿性关节炎 如果你对我们今天节目有任何问题 请您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健康搞飞机 让你身体不NG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